记者黄美朱竹县报道 民国党主席徐新颖今天早上8点5分上台北之音的扣扣早餐接受明嘴周旅扣装访 快问快答一些有关徐新颖参选下届新竹县县长的敏感问题 例如徐新颖是否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私下有所交易 他会不会退选 国民党立伟林为周又会不会退选 他跟台北市长柯批监视纯友谊 还是互相利用 会不会遗憾上次跟新民党主席宋楚瑜联手 问鼎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大卫失利以致措施缠联立伟 这次选新竹县长宋楚瑜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民国党背后强大的宗教信仰 徐新颖怎么看 徐新颖说他绝对参选到底 而且从去年到今年已准备一段时间 对于外传的前述消息也是看到媒体才知道 但那些都不是事实 但是如果有政党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愿意支持他当新竹县长 他都非常欢迎 乐观其成 徐新颖也证实 吴敦义曾透过别人四度跟他接触 但都不是吴敦义本人 而他在这四次的接触中也都是明确表达自己 参选到底的态度至于林卫洲会不会退选 他无法代为发言 但他相信一个政党正式提名 参选人后应该是不会改变 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 提名副县长杨文科一定有他们的考量 选战要到8月底正式登记以后才开打 他对新竹县详亲有信心 因为很多人对中央蓝绿轮流执政后都感到失望 所以选民越来越倾向选人不选党 只想选出有历练 会做事也能做事的人 周玉寇在直播中西地逼问徐新盈 逐科大佬宣明志作为民国党创党党员 何以向国民党推荐杨文科当县长 不推荐他 如果未来他替杨文科站台 民国党会不会开除宣明志 徐新盈承情 宣明志现在虽仍是党员 但并非创党党员 宣跟杨在科学园区已是多年朋友 民主政治有个人的选择 这就是民主的意义 选举9月后才要正式起跑 现在唐还早 不过他一直不放弃任何人 会一直努力下去争取各界支持 如果真的宣明志替杨文科站台 他相信这个部分民国党有中央机制会处理 周玉寇在直播中公开批评台北市长 科文哲爱说谎且全谋 科妈妈还爱干政 而他眼中的徐新盈是诚信 可爱的人 怎么会跟科文哲搞在一起 质疑科文哲是想利用民国党背后 强大的宗教信仰力量 周玉寇还拿民国党籍台北市议员 徐新盈包帝徐世勋 质询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吴殷宁仪仪式被外界认为在配合 科文哲演出 因此公开质问徐新盈 奶跟奶弟弟难道没有被科文哲利用吗 或是奶利用他 奶跟他结盟是权谋 还是识人不明 徐新盈回答说 我们不可能被利用 也不会利用人 并澄清民国党背后的强大宗教力量 那是媒体炒作出来的 徐新盈说 他和柯P是多年好朋友 公众人物的难处就是不管怎么做 都有人喜欢或不喜欢 他都尊重 不过他眼中的柯伦哲 并没有看到有周玉寇说的说谎这一面 至于当年跟新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起选总统 副总统是当时民国党刚创立需要知名度 也必须由母鸡带领全国该党的候选人一起参战的必然做法 没有遗憾 这次他回来选新竹县长 倒是还没跟宋楚瑜有所接触 在卫时约50分钟的专访中 周玉寇说 执政成绩不错又年轻的新竹市长林志坚 带住民进党38岁的郑昭仁选政朝方打选战 转头面对的国民党杨文科却又是70岁的资深对手 他问46岁的徐新莹要怎么赢 徐新莹说 政朝方跟林志坚不一样 后者在参选市长前就已有政治历练 政朝方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人才 歌唱得不错 特别是抖音抖得不错 但他过去没有任何的政治历练 这一块看民众怎么抉择 杨文科虽有行政经验 但也一样没有担任过民代 或在地方上走动的经验 他不一定要打他们 他一直都是希望争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因为民众自己会去比较 我们能不能被困叫 科虽有个人的理由 这次我们在过互相 还要 MUR 感谢观看